那接下来我们装好软体之后 我们桌面上是不是就有Power BI这个图示 所以麻烦快速点两下 Power BI 当我今天打开Power BI之后呢 第一个画面它就要求我们登入 登入什么呢 其实是登入Office365 不想要各位知不知道 它每个月希望你购买Office365的机制 一个月好像是10块钱到15块美金的样子 OK 那它可以让你用免费的Office所有的产品 什么Word以下PowerPoint的这些 当然像那个更高阶一点 它就不让你使用什么Project啊 Visio 对不起这些要额外再付钱 那这一套它就放在里面 如果你每个月你付那个基本的使用费 比如说10块钱美金 它就会给你免费使用Power BI 你就登入这个你的那个账号密码 可是可是在这个画面里面 因为Power BI它标榜它是免费软体 所以它也要让你免费使用啊 可是这边有没有XX 你必须要有账号先登入 对不对 这是它本来的预设 可是它又要让你使用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刻意把这个XX关掉 所以很多同学这时候就开始注册了 可以吗 好 我们先暂时不注册 我们直接点 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吗 请登入 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个登入的视窗给关掉 我们在进阶的时候才会教你 登入 登入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可以了解 初阶不需要 初阶的话只要让你先学会 原来大数据分析的技术真的比XX要棒多了 OK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说明视窗 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件事情取得资料 它告诉你 你要做数据分析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要取得资料 第二件事情这边是不是有登入 这边有登入 然后第三件事情这边就会有它的教学课程 如果你有兴趣再来去观看一下 那新功能的介绍 还有Power BI部落格 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范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去看一下 尤其是它这个论坛 好我们现在就先正式把它关掉 反正就是刚刚那节画面先关掉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Power BI的视窗